哈囉 大家好 我是欣賞 我們今天喜歡的小明一拳超人最強之男 那今天是我們6月22號的時候 今天登錄的話 會發現我們的定向預告是出來啦 不過這隻角色的話 是我們的 格流岡徐譜好不好 那格流岡徐譜的話 因為我自己個人也是 沒有什麼的那個知識啦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去抽欸 那目前來說的話 因為我們的野陣型的話 主要來說就是我們之後的一些限定角色的隊伍嘛 那基本上也是比較偏向於英雄類型的 那怪人隊伍的話 基本上 我感覺就是用波羅斯一隻 然後或是我們深海王跟獨角籤 來去做一波搭配 感覺就蠻OK的 所以 這是格流岡徐譜的話 我也不知道該不該抽喔 那大家都可以在前面留言分享一下 你們自己的一些看法 因為 格流岡徐譜的話 算是... 嗯... 前排的那種三隻角色的那個就是大招吧 就是我們的那個就是念動流石波嘛 感覺好像蠻厲害的 但是實際上的話 也不知道這隻角色到底力不厲害 我們先來看一下圖鑑這邊的介紹好了 然後再來分析一下 到底該不該抽 因為定向的話就是會有加倍嘛 那定向加倍的話就是180抽一定會有保底 但是目前來說的話我們就只有 呃... 獨角籤跟我們的深海王我們是比較想要的 那另外的話可能就是我們的那個誰啊 超合金黑光吧 我自己個人也是蠻想要的 然後再來好像就沒有什麼其他的那個 SSR角色想要擁有了 因為目前來說就是... 野跟閃光嘛 然後殭屍男嘛 再加上二郎嘛 這些話基本上好像都是... 呃...限定的角色根本就... 不是用我們定向抽的 所以我後來發現 定向感覺好像... 也沒什麼東西可以抽了耶 感覺可以就是慢慢存取我們那個就是... 定向券就是我們紅券嘛 然後來去抽一下我們獨角籤 跟我們那個... 深海王這樣感覺喔 來看一下吧 格六剛許譜 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這隻角色到底是怎麼樣子喔 資訊這邊 他是超能類型的怪人啦 所以就跟我們的那個就是... 波羅斯是一樣的 所以感覺是可以拿他來跟波羅斯做一波搭配的嗎 我也不太知道好不好 那他的普攻攻擊是我們這個意念斑物 對單體目標三連擊造成120%攻擊力加9點的傷害 行動後會隨機死一名隊友進入暴走的狀態喔 欸 這個暴走到底是可以疊幾層啦 因為之前人家都跟我講說就是... 同地發完暴走之後給我們就是那個波羅斯嘛 然後再用我們的無罩騎士... 再用暴走給我們的那個波羅斯 感覺好像就可以有兩層的暴走的樣子 那如果是可以三層暴走的話 那我不是先普攻一下 然後讓波羅斯有暴走然後同地再暴走 然後再讓我們那個... 無罩騎士的給他暴走 這樣就有三層暴走對不對 這應該會變更厲害對不對 因為我不太知道暴走到底是能夠疊幾層喔 所以這邊他會讓隨機一名隊友進入暴走的狀態喔 然後第二個是我們這個絕技 念動流石波 對整排每名敵人造成五連擊造成130%的攻擊力 加10點的傷害喔 並使敵人陷入恐慌 唉唷 恐慌的話是這個戰隊的一點能量被封鎖持續一回合 喔 他就基本上跟我們就是KING的那個封鎖能力是一樣的 因為KING那個好像也是造成恐慌對不對 所以他也是能夠封鎖別人的一個角色 然後他是怪人類型可以封鎖的 所以像我們的KING的話 他是英雄類型可以封鎖的嘛 然後他的那個... 被動是我們的念動大師 每次行動扣除主目標 處於封鎖狀態的能量 每扣除一點能量對全體造成40%攻擊力的額外傷害 這個我... 唉... 這個我不太知道這是甚麼意思耶 這是每次行動後扣除主目標 處於封鎖狀態的能量 是甚麼意思 就是他前面會先... 念動流石說先封鎖別人的能量 然後扣除他的能量之後 再對全體造成40%的攻擊力額外傷害嘛 所以感覺他應該可以跟我們的KING來做一波搭配吧 因為封鎖能量之後又可以造成傷害這樣感覺喔 那... 其實我從這邊看起來的話 我還是不太懂這隻角色到底力不厲害 所以... 歡迎有玩我們格流鋼曲譜的觀眾朋友們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 他到底是不是能夠去抽的一隻角色這樣子喔 因為目前來說他的定向是要出來的啦 所以如果喜歡他的話呢 也是可以去做一波收集啦 我覺得其實目前來說的話喔 我玩這款遊戲比較屬於一個這個... 收集的一個概念這樣子 因為我就是想要看一下這些 英雄阿或是角色能夠做甚麼事情這樣子喔 好 好 那我們之前的話呢挑戰我們的這個... 英雄插怪的人時候是卡在我們這個... 面部美容男嘛 那有觀眾跟哲平講說就是我們的微笑男 跟我們的那個就是... 囚犯 好像蠻適合打這個關卡的 那微笑男的話聽說就是我們之前一直很想找的 就是英雄陣營的那個能夠補血的角色喔 這隻好像是可以回血是不是 這邊只要微笑真的在場 每當自身恢復生命之時 都會恢復同列隊友恢復8%自身恢復能量 但是他要讓我們的這個... 微笑超人自己有回血的時候才可以耶 好 這邊有 對整列美名敵人5連擊造成120攻擊力 然後並恢復自身生命上限的20% 所以這個可以回血 但是他要攻擊耶 因為這關卡的話 你只要攻擊我們那個面容... 面容男的話就會被追擊 所以就會比較...不太好 因為... 像奇納斯博士的話是可以直接就是... 對他們就是造成一個那個... 補血的 那你就不用那個 那...這個的話基本上就是... 回血之後的話會可以增加就是... 全隊的那個生命... 呃...回血 但我覺得他... 他回個幾次應該就掛了吧 所以這個我也不知道到底行不行喔 然後另外一個是我們這個囚犯 那囚犯的話就是... 會給這個... 虛弱的效果啦 就是兩回合內攻擊會減少40% 所以... 這個的話應該有機會可以打 但是他也是要去打我們那個... 就是面容... 回...回... 呃...這個面容男的耶 所以這邊打下去的話 搞不好也是被追擊追死 所以... 我覺得是不是應該要練一下他們 哈哈 感覺就是應該要練一下他們啦 不過我們今天就先來試打一下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到底... 有沒有這個機會喔 因為... 之前的話我們基本上的話呢 就是... 用這套隊伍應該有那麼一點點小機會 那如果我們把他換成我們的囚犯 然後讓他直接去... 減他的那個攻擊的話呢... 會不會... 是一個好效果喔 我們就來試試看喔 好 目前來說我們這一次先帶上囚犯看看 看一下能不能打出什麼好成績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反正我們一定會被追擊的嘛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那個... 我們那個囚犯應該一下就被追擊死掉 那就比較...比較尷尬了 好 我們這邊的話 就把那個...我們的... 欸 其實我們... 因為護盾好像也擋不住他的追擊傷害太多喔 但這邊崩壞就直接那個...太扯了好不好 好 格擋 不然我們下一場也可以用用看我們背心打死 看一下背心打死這邊是不是能夠那個... 幫忙護盾一下喔 來 讓你攻擊力下降 天使衝擊 虛弱 對不對 他有虛弱嗎 他有虛弱的樣子嗎 我怎麼看不出來他到底有沒有虛弱 呵呵呵呵呵 我真的看不出來他到底有沒有虛弱 但是... 他這樣打我們應該... 沒有...欸 有比較沒有這麼痛了 也有比較沒這麼痛 確實也有比較沒這麼痛 然後... 他應該要... 崩壞我們 欸 感覺是有機會的喔 因為這邊至少... 加上那個就是... 那個降低攻擊兩回合啦 至少我們這邊角色還不會... 不至於那麼快死掉有沒有 都還活著 都還活著 感覺是OK的 然後爺爺打...回血 暴走 有 我們還會回血 然後再... 所以這邊打下去他就是掛了啦 呵呵呵呵呵 這邊追擊就把他追死了 還是那隻降低攻擊可以連續降低的 那應該... 就... 被打死了 被打死了 好 我們這邊... 至少我們甜美甲命可以打兩下喔 欸 那這個還相還不錯欸 這個感覺應該是OK的喔 但是要去練習一下吧 我覺得 哇 哇哇哇哇 噴掉了噴掉了 但感覺有機會欸 再一次的那個甜美甲命攻擊 然後配上爺爺應該是有機會 欸 所以其實我們看我們這邊 這個...甜美甲... 那是什麼 就是我們那隻不用練這麼高等 其實基本上還是很OK 我們爺爺這邊的話 基本上撐很久欸 好啊 有機會 有點兒小機會我覺得 欸 可以可以 可以 贏了贏了 喔 水喔 喔 水喔 哇喔 囚犯777 好不好 囚犯真的OK OP 好不好 降低攻擊力這個蠻OK的 所以... 那如果遇到一些我們追擊角色的話 感覺用我們降低攻擊力的話 應該還算是頂好的好不好 這個大家都可以來... 嘗試一下 欸777欸 哇 觀眾都太神了吧 好猛喔 這個的話這個應該就還好啦 這個我們就可以換回我們原本的那個隊伍了 應該就OK了 哇 好爽喔 你知道這打贏的真的是蠻有成就感的 你知道嗎 真的會蠻爽的欸 就是你會覺得 哇... 我們打贏啦 怎麼那麼爽這樣子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看一下這該怎麼調配喔 目前來說的話 爺爺這邊的話我們金子球棒可以當那個啦 然後 再放一隻格鬥角放這樣子好了 然後 主要來說就是讓那個甜美甲面開個那個大招 這樣子應該就... 蠻沒問題的喔 喔 真的好爽喔 面龍藍被我們打爆了 所以之後遇到格鬥的那種就是追擊角色的話 我們應該都可以用一下我們那個欸 用一下球棒 球棒那邊應該頂好的喔 我覺得 你就可以做那個... 做蠻多的事情 先架個盾 然後爺爺再補弓 甜美甲面直接來一個... 除二隻拳 沒問題 欸我覺得其實 像他不是會召喚其他夥伴出來嗎 那我們甜美甲面是可以直接那個的欸 可以直接... 直接打到後排了 所以就沒有什麼差 而且我們那個也可以 我們那個就是... 金屬球棒也是很OK的 我真的覺得背心大師的護盾 其實某方面來說的話 真的還算蠻... 蠻... 蠻硬的欸 完全吸收欸 真的是頂OK的喔 沒問題 這邊終於是 可以把那個面龍藍給解決了 就是個好事情 這邊我們可不可以再吸 沒問題 太神啦 觀眾朋友們都太神啦 我真的好佩服你們喔 其實我不是... 我真的不是很喜歡自己去查一大堆資料啦 所以 我就覺得 噢 幹不是 殺小 不是 哥 你怎麼打這麼痛 問號咧 不是 我們又碰到一個守門員了是不是 莫名逼妙欸 怎麼一回事 他怎麼這麼痛 他那個... 那個全體... 全體的那個... 是怎麼一回事 可以跟我講一下嗎 我想要知道 我們剛剛到底出了什麼事情了 為什麼要炸一下這麼痛 哇 這個瑪瑪 也有翻身了一天喔 哇塞 我的天啊 他也有翻身了一天耶 太扯了吧 那個轟炸是怎麼一回事 我真的是剉到了喔 我真的是有剉到喔 哇這個... 感覺就是他那個就是範圍的那個炸超痛 我覺得應該還是要 還是要用那個... 要讓那個背心大師 加一下那個護盾 會比較好一點 哇塞 嚇死我了 我的天啊 瑪瑪 阿紅一下之後 我們大家也是換美了耶 這個四周目也是頂有趣的 我覺得 感覺有點... 有點恐怖喔 哇塞 我不是想說很歪 怎麼了 應該輕輕鬆鬆 結果直接被炸到一個翻掉耶 不明其妙耶 好 這邊的話應該可以再揍一下 快揍死他啊 鐵面假面 你可以的 絕 沒有 我要全部被轟死了嗎 這也太痛了吧 哇靠 超痛的耶 好險我們這邊直接追擊喔 好恐怖 我覺得接下來四周目的關卡的話 應該都是這麼恐怖的感覺 好啦 那我們最近的話 基本上有一支那個 我們的定向預告出來 是我們的這個 念動流石波的格流剛虛普 那大家覺得該不該抽他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囉 那如果大家還沒打贏我們這個麵龍男的話 也可以用各位觀眾提供的這個方法 就是使用我們這個囚犯 來用一個那個攻擊力下降 我覺得真的還算是滿不錯的喔 那每一早時間之後 我是2點個晚上 每一晚上晚上 晚上7點晚上 點燈影片 大家來看一下啦 這次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